哈喽大家好 又回到VC Channel 咱们这个频道的开箱视频好像很久没有做过 主要是今天这个开箱呢 我想在当中就加一些那个体验的内容 因为你是个建栏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东西 没有什么真的需要去体验很久 如果需要的话过一段时间我也会出 那么今天的视频当然跟iPad Pro有关系 所以说实际上是在之前 我拿到了一台iPad Pro 然后主要用途是用于绘画 就是去做一些电子上面的一些绘画 还有一些对图片编辑的一种精神操作法 因为有这个需求不想买睡吧 而且iPad它的功能可能更多一点 就是你还可以干别的事情办公之类的 包括轻量那种文字的或者说PPT这种编辑 那么当然也买了一根笔嘛 所以说为精准操作 那么今天先主角不是iPad Pro 先不说这个 今天主要是咱们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是逻辑的一个应该是新出的一个 就是相当于跟苹果的Smart Cable差不多 它是一个键盘保护套二和一 那么是逻辑新出的 你看这个logo 它是主 逻辑这两年比较主打一个新的logo 就相当于它的怎么讲 它是一个品牌底下的相当于一个 对于一类人群消费者的一种细分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啊 就是iPad Pro 然后就要注意它只有12.9英寸的版本 有这个产品 就是新出的10.9英寸没有 然后还有那个9点多的9.7英寸的那点没有 只有12.9英寸就最大的 然后你把它Poreshift这个东西 先刷戏也有几个功能 一个是为什么买这个的亮点 它的价钱跟苹果自家的Smart Keyboard 价钱差一些 它便宜一点 但是呢它的功能 或者说它的 它的所你所获得的价值 会比苹果自家的Smart Keyboard 要强很多 我个人觉得 因为Smart Keyboard的话 苹果自家那个我试过 手感一般感觉 也没有什么亮点吧 而且它没有背光键盘 感觉作为一个键盘 如果不背光的话 除非你手感它不优秀 不然的话 我是不给买你的 所以说在一些环境下 这个键盘的背光还是蛮重要的 它这个包装上面 它把自家的亮点说了一个 一个是转动在里头看的清楚 就是Smart Connector Smart Connector的话 就是iPad Pro自家的东西 你看到这个iPad Pro的话 下边会有三个金属的触点 这个想必大家都知道 我看这个视频 这三个触点呢 你不用白不用 反正就是说 这三个触点是苹果的一种 它自己的一项技术 能够去链接它的设备 硬件设备 然后进行一种数据的传输 包括电流 包括充电 它可以通过Smart Connector的充电 所以说这个设备它是目前 我知道的唯一一款 除了苹果自家Smart Keyboard之外 一个Smart Keyboard 逻辑的Smart Keyboard 它支持这个金属触点 那么这个很难的 为什么 因为苹果的这个硬件 一般对于第三方厂商开放之后 第三方厂商想做很难 一个是你要真的做的话 必须要有很多经验 那么这个逻辑是有的 这是第一个功能 然后第二功能就是这个Backlight 就是这个背光 这个背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它是全尺钻件 第三个的话 这个也是我买的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它跟苹果自家的Smart Keyboard 一样它是防水的 防水 防水的话 它这个不光是那种防坡件 它是真的防水 就是说它上面应该是做了防水处理 然后是底下有一个就是说你的打字的 这个所谓的就是你的iPad这个倾斜角度 可以调整通过这个键盘 当然我会给后面演示一下这个到底怎么用 最后一个是也蛮重要 它内建了iOS的一个快捷键 那么就说说白什么意思 这个Smart Keyboard 就是这个Smart Keyboard 它的在就是功能上来讲 但是从键盘的功能上来讲 它跟苹果的Smart Keyboard是一模一样 没有区别没有任何区别 那么在硬件上来讲 它比Smart Keyboard 就是苹果自家的那个更优秀 防水它也有 键盘背光它有 苹果没有 它的手感更优秀 这个我是在体验的过程当中体验过 在购买之前 所以说这个键盘的话是我比较推荐 那么我现在把它拆开 右边边脚这个地方是做了一个磁吸的处理 就跟书一样翻开的 打开之后 这就是它的这个Smart Keyboard本身 拿出来很简单 就是这样 然后它在这个地方上 写到了一个使用说明快速指南 所有的亮点工都给你写的很清楚了 没有什么可看的 刚才我也给大家说过 直接把它拿下来 这个就是Smart Keyboard 我们拿出来好好看一下 OK现在我已经把它装好了 很简单就是说 你把iPad这样插上去 插到这个上面 然后这个底下是吸上来的 然后你这样一吸 它滑到前面就会自动会吸上 在这个地方有个金属铺垫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很小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在这个地方有发光了金色的金属铺垫 然后你只要滑上来就行了 所以说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然后按键 现在我感觉确实它监用性很强 你按一下之后 基本上手感反规非常不错的键盘 咱们现在来试一下 它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地方有个地方 这个逻辑的 它底下是有一个腕托的 就是你打字的时候 这边是有个腕托 感觉这个挺好的 感觉这个地方是金属的 摸起来挺不错的 然后有个逻辑的logo 在这个地方 键盘整体手感是非常不错的 咱们找到一个page去试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键盘逻辑的话 它其实让跟mike是几乎一样 咱们看到这个画面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打字的话 蛮不错的 打字手感极棒 确实不错 感觉手感非常不错 这个键盘很出色的 金属的 这个键是金属的 我没有意料的有问题 它确实是铝的 卖这么贵也是很正常 它内置home键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它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刚刚才发现它内置home键 这个功能刚才他没有说到 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有个方框的键 这是内置的home键 比如说我打开pades之后 进入pades这边 按一下 自动退出 这个键真的好方便 然后底下有 这个键是语言的切换键 背光的灯 可以调节 它这个背光键盘的背光是无际调节的 把这个灯关了 再看一下 这个背光是可以调节的 然后这是最亮的 你看 它是一级两级 两级 关 两级 真的作为一个这种键盘来说很不错 然后可以在键盘上调iPad的亮度 看可以调的亮度 这块有快捷键 还可以调声音 还可以静音 还可以快换 上面这一排键 所以说键盘手感极一家 我很推荐这个键盘 你如果注重键盘手感 要想给iPad配个键盘的话 我非常推荐这个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样 简单的体验一下 因为这个键盘也没什么可说的 它不是蓝牙的 它是用金融触点 所以你看我没有配对 很不错这个键盘 我整体感觉的话非常不错 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下键盘里头 接下来就是把它合上之后 它就是一个壳子 不是皮的 但是就跟一个键盘的包一样 就是说这个地方它表面的材料 是一种我怎么讲 纺织物 但是很耐磨的感觉 这个摸起来不错 挺爽 就它这种感觉 不是那种皮疙瘩 带来那种感觉 但是就是说挺挺爽的 摸起来也就是很很清爽 但是又不是说特别的光滑 它上面是一种仿制的感觉 当然是防水 整个键盘是防水的 这个之前说过 快捷键在当然也在苹果里这个键 就是这个 跟合上之后就跟 就跟那个什么 smart cover差不多 张开之后你把它往前一顶 对吧 往前一顶 它完完全全就可以立起了 而且我感觉放在腿上 我刚刚设计一下 放在腿上 这个sipboard吸的很急 完全不用担心iPad掉下去 你看我现在拿着这个 我sipboard我看往下 这个iPad完全不会掉下去 我看到什么程度才会掉 到这个程度才会掉 所以说我感觉它吸的还是蛮紧的 所以不用担心 我觉得整体的键盘 传来说键盘的手感非常棒 我给这个键盘 我觉得键成 这个键成的感觉 真的让你感觉 这个键成的感觉啊 比新MacBook 就是那个超薄版 NewMacBook 比那个按键手感要好 很多很多 这个键成至少比那个键成大 可能我估计是4到5倍吧 这个键盘的手感非常像 第一代的MacBook 对就是第一代MacBook的键盘 所以说我觉得手感非常不错 巧克力键 它这个键呢感觉很耐磨 它材质是铝的 上面的这个背光非常不错 而且字体做的挺漂亮的顺眼 上面的一排方神键 我觉得它最大亮点 就是说它可以有快捷键 有Home键 有音量 有亮度 有这个圆切换 甚至有背光调节 还有锁屏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键盘呢 应该是现在市面上 除了苹果的自家Smart Cable之外 我觉得是最划算的选择 也是相对来讲 对于你真的需要去用iPad办公 的人来说相对不错的选择 它不需要充电 它的充电 它是通过iPad充电的 供电的 咱们叫供电 它其实不需要充电 它也没有内置电池 它是供电 所以它所有的电源 全部是通过iPad传输 互相的具体原理 我不太清楚 苹果也没有对Smart Connector 具有特别深层的这种解释 只是说它不需要楼外充电 这一点也是 我觉得它比较大的能力 市面上除了第三方的话 支持Smart Connector的设备 但是如果你不支持Smart Connector的话 有90%都是用蓝牙链接的 用蓝牙链接的话 你必然要逃不开一个问题 就是充电和蓝牙文明星问题 每次打开架的话 你还要用蓝牙链接一次 即使你配个队 你也得打开蓝牙 感觉那个过程很费接 我这样的话 我不需要打开蓝牙 我也可以用 我没有打开蓝牙 而且只需要把它这样用去 所以说感觉 这样它的延迟比蓝牙要好很多 就是说蓝牙的话 键盘它必然会有延时的 就是有时候在公共场所干扰比较多的时候 但是这个的话完全没有 因为它是通过这种出点的方式来闯入数据 所以说这个非常棒的一个键盘 而且我个人觉得虽然说价格不是很便宜 它的价格比苹果的Smart Keyboard就便宜了几十到 大概这个人民币就是差不多一百多吧 没有多少 所以说我觉得看你喜欢怎么样 因为Smart Keyboard我不是很喜欢 键盘的手感和各方面我也不太喜欢 所以我觉得这款出过来 我觉得是非常满意的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拖的时间有点长 在和这个牙刷处想影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丝川